哈喽大家好,我是宇哥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唐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道西事件档案一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述道西事件档案二 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去看前面几集的订阅和关注 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至于这个道西事件 道西嘛 其实本身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军事禁区 当时是只有300人口的一个小镇 现在可能是有3000了 然后它这么小一个地方 居然还有一个机场 是不是很奇怪 一般有机场的地方 都是最少也得上万人的地方才会 这几百人就有机场 所以完全这个机场 就是因为旁边的那个道西基地的关系 对,肯定的,军方而拥 道西这个小镇就是我们普通人 也可以去参观 有不少人亲身就是道过道西 去过的网民 他们说他们每次去了道西小镇之后 在那边逗留不久 便会有一些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黑衣人 跟着他们 对,就跟着你 你开车他们也开着一辆黑色车就跟着你 意思就是逼你让你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在这边旅游 连着破镇有什么没有旅游景点 你来干嘛 一个陌生人 只要有陌生人来很明显谁都知道 他们有人说这个Thomas是查无此人的 是假的 但是呢就是另一份资料来源 自称是在这个道西基地工作的一位特工 在1979年发生道西事件中仓促逃离了基地 手中保存着大量的资料并发给了好多的亲朋好友 并告知他们一旦超过六个月没有与他们联系啊 就请他们立刻公开这些资料 那么这个特工啊 与这个Thomas非常的相似 那就说明这个Thomas啊 并不是一个原型人物 他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 但是你之前不是说那个Thomas到处去演讲吗 但是他们好多人就是证实就是没有这个人 查无此人这个Thomas 就是之前在道西基地没有这个人 所以就是有一个特工嘛 他与这个Thomas经历非常相似 应该是真正的身份 应该是这个道西基地工作的特工 这个人曝出来 1987年12月一名匿名公开者的身份 报道了这个道西文档 而Thomas的故事随之也开始传播 然而这份道西文档之外 并没有任何佐证可以证明 就是来自于道西基地内部的保安 曾经存在过Thomas这个人 更无法证实他所叙述的故事是真实的 所以这份资料 他们就说这个有关于Thomas的这个文档 真实性从未得到任何权威人士的认证 像是一头就是恶作剧 道西基地呢 又称作多西基地 多尔赛基地 道西是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 克罗多纳的一个镇 那么这个镇本来挺正常 但是多年来一直传闻有一个地下军事基地 甚至有人说这个基地底层是由外星人掌控的 在1947年美国的一家木材公司 在这里建了一条公路 但是这里最终没有储存过任何的木材 那还建那个木材 建这个公路干嘛 公路干嘛 对啊 就是所以就不禁让人们猜想这一切只是为了建造秘密基地而伪装的一个公司 那么1967年政府在离道西基地21英里处进行了除虫行动的地下核爆实验 除虫干嘛用核爆 除虫除外星人 外星空虫 由此爆炸造成的就是天然通道啊 也印证了此前的猜想 就居民们当地的居民们回应到说 就是当时漫天都是军队的直升机 经常看见天上有许多不明的光线的飞虫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就是当地出现了很多动物发生不明的变异的现象 河边还出现了巨大的可疑的脚印啊这些 甚至还有当地人反应啊 有些居民被不明生物所挟持 人们都相信这些怪异的现象或多或少都跟这个道西基地有关系 那么道西基地有外星人这个说法究竟是从何人开始传播的呢 事实上这个道西小镇从二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异样的事件 比如说就是夜晚的时候空中会出现五颜六色奇怪的光 就类似于飞行器飞碟发生 对还有许多动物被肢解后抛尸荒野 就是生物实验 那么一名叫早川周深的日籍美国人 他本人是一个狂热的UFO爱好者 但是与通常的UFO爱好者是不同的是 他在研究UFO事件的时候 通常是抱着这是一个人为虚构的一个事实来开始研究的 那么随着八十年代通过道西事件的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 早川也就开始对这个地方提起了兴趣 但他认为这些传闻来源很有可能是当地的居民 为了增加旅游的收入而编造的谎言 毕竟一个民间的UFO圣地 每天都能吸引来自于世界各地的UFO前来 朝圣 那要他编他得编这个也太大了吧 也不编有鼻子有眼的 就跟五十一区附近那个叫什么 真也是嘛 成为一个UFO爱好者的旅游热地 而于1990年 早川联系了日本东京的一个电视台 制作了一期为两个小时的电视节目 内容是就是他和这个节目制作人员实地采访了道西镇 然而想象中不同的是 早川在当地遭受到了来自于警方莫名的阻力 采访居民的时候 他们都被惊慌地表示到道西附近的夜空 确实长期存在着不明来源的各种亮光 而过去十年间里面当地有近八千头的牛惨遭肢解 天哪 不完整的动物尸体遍布整个道西区域 而警方也对此束手无策 节目的最后 早川认为这些现象虽然看起来很诡异 但事实上只不过是就是某些军事活动或者是自然现象 他仍然不认为这是外星人所 完全不能证明就是道西存在着外星人的地下基地 此后早川一直专注于对道西基地的辟谣的工作 他始终认为这个地方仅仅是人为制造的一个血统 例如这个施耐德 被自杀的施耐德 早川就认为他只是一个神经错乱的骗子 也并不认可施耐德的死亡是一场阴谋 他找到了警方调查这个尸检的报告 上面显示施耐德被严重的病痛所折磨 他的骨骼由于癌症侵蚀而变得浮血 他需要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来控制身上剧烈的疼痛 对于这样一个命不久矣的人 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去虐待的方式而杀死这个施耐德 早川认为就是他可以从80年代 UFO最著名的研究学者一名叫做保罗的人 那里摄取到了一些灵感 事实上比这个施耐德90年代更早的来宣传这个事情 是一个叫保罗的人 就是说这个保罗 保罗的故事起源更早 他本人是一名工程师 一个发明家 同时还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对UFO和外星人有种无可比拟的兴趣 经常亲自前往美国各地去探寻各种各样的UFO传说 1980年当保罗在新墨西哥州调查UFO事件的时候 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当地中年女子的病例的报告 报告上说就是这个女子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病 什么样的 精神分裂症 怎样精神分裂症 就是时常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 完了保罗就与这名女子进行了面谈 面谈的过程中 他声称自己在新墨西哥州的驾驶的时候 发现了天空出现了不明的亮光 随后他与仅六岁的儿子失去了知觉 当他们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外星的巢穴之中 身边满是动物与人类混合的肢解残骸 这些东西 器官 灰人没有对他就是苦苦哀求 有任何的怜悯之意 他们在他和他的儿子体内注入了大量的不明的物质 此后他就一直处于昏昏沉沉的意识模糊的一个状态 过了很久 他俩才被释放 扔在了绑架他们的地方 虽然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离奇 但是保罗还是很快的相信了这个女子的说法 根据了他长期的调查新墨西哥州发现 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确实远远比美国其他地方来得更多 这是否就意味着附近确实存在着一个外形的基地 在这附近 那么80年代的时候 关于道西的传闻已经开始扩散 当地的居民对小镇附近时常出现这个不明的亮光 以及动物肢解的残骸 非常的困扰 然而警方却仍然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保罗坚持这个女人的故事与道西的基地有关 他立刻将这个视线与自己在新墨西哥州进行的不明飞行物的调查 联系了起来 他认为道西镇确实存在着一个外形的基地 他们会定期的以实验为目的 外出绑架人类或者畜生 以实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在1982年 保罗花费重金在道西镇附近建立了观测点 其中不但包括了可以长期记录图像 视频的一些仪器 还有着各种频率的接收电台 可以接收当地的一些 一切电波的点 就是信号 他要接收外形人的信号 那么保罗还自主研发了一款翻译程序 用来就是解析收到的这个电波信号 这么苦啊 并将其翻译成人类可读的语言 在82年到85年之间 他在道西镇附近接收了大量的未知的信号 源头全都指向于道西镇附近的某一处区域 根据程序解析啊 这些其中包括了许多外星人的故事 包含了邪恶灰人如何绑架人类 就是他们在那个传书的那个 他拦截到的那些讯号里面 然后听到他们说讨论 对对对 怎么样怎么样绑架人类这样 绑架人类啊 肢解动物啊 残酷实验这些 其中包括了他与美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 还有允许他们在道西建立一个巨大的基地等等 这些 保罗将他接收到的这些信息 全部公开到了媒体之中 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和采访 那么其中包括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 派了两位顾问 对保罗记录的不明飞行物的照片和电波的信号 进行了检查 肯定了这些证据 并非人为所伪造的 但是同时也认定了这些资料 实际上指向了当地一个名叫 曼佐诺的一个空军基地 由于涉及军事机密啊 就是这个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 拒绝对这些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公开 那么保罗2003年去世 离世前他始终坚信 道西的外星人传言是真实的 那保罗他也是被弄的吗 应该是自然的 然而在2013年的时候 一位名叫格雷格的作家 出版了一本书叫《道西基地》的书籍 里面详细介绍了80年代保罗在 道西区调查的所有事件的真相 那么这个格雷格他是道西本地人 他的父亲瓦迪尔茨是当地的一名警官 曾经处理过大量的这个动物肢解和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因为老有村民们报警 那么他这本书中就提到了当时这个美国空军特别调查这个事 为了应付关于道西沸沸扬的传言 特地安排了专门的特工来处理 类似于这种保罗这样的就是UFO调查员 这些特工会利用专用的电台 不断地给保罗这样的就是UFO爱好者发送信息 假的一些信息 就包括地下基地 外星人基因实验室的内容 其中大部分都是虚构出来的故事 陆地是为了扰乱保罗的判断 同时让他搜集到的证据变得缺少可信度 除了传递虚假信息外 特工还趁机就是保罗外出之际 冲入他的家中 破坏他的家具以及这些设备 让他相信自己遭受到了外星人或者是政府 双重的迫害 在这种长期的多重的折磨之下 这个保罗近乎出现了精神错乱的情况 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和失眠症 以至于晚年都无法重新 就是无法与正常人交流 然而不明的这个动物肢检事件 亲自参与到现场调查的就是说 这个家贝就是他那个当地警察 他的爸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在报告中说明了 这些动物的尸体附近并没有发现血迹 而且他们身上的伤口显示 他们是在活着的时候被注射了麻醉药和抗血淋药 然后被某种飞行物品调着运送到某处进行肢解 这是他们警察的报告中说的 再将残留的尸体用同样的方式再运回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所以警方也弄不明白 警方就要求FBI介入调查 他们将调查的结果放在了在线的档案库中 可以直接访问 然而最终结论确实这些残骸啊 肢解都是变成了当地食肉动物所为了 当地食肉动物 食肉动物所为了 但他不是查到说 推到动物身上去了 他不是说你没有抗血淋药 还有那个 对FBI来调查之后就推到动物身上去了 你就知道有多假了吗 然而就是格雷格在书中写道 这可能是当地的军方研究 为了绕开动物保护法而进行的 就是战地手术实验 目的是为了改进战争中常见的肢解手术 而非什么外星人所谓 而关于道西存在的地下基地 格雷格则描绘出了一个非常属于 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他说实际上道西区域确实存在着 一定数量体积的地下洞穴 然而这个全都是一个 1967年实施的秘密项目导致结果 这个项目由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导 主要的目的是在新墨西哥州的 北部的区域的地下进行核爆实验 其目的是为了验证地下核爆的威力 和辐射成的感染的程度 时至今日就是道西附近的洞穴 仍然是以放射性污染过度为由 拒绝任何人进入旅游和观察 阴谋论者而言 地下核爆的目标 并非单纯的是为了测试武器的 就是这个威力 而是为了针对地底的外星人 发起的攻击 其实是认为 然而这种阴谋论究竟是真是假 就是你只能是时间来给出我们答案 你觉得是真逼还是假的 外星人我觉得肯定有 我也觉得肯定有外星人 目前互联网上能搜索到的内容 大多都是一些经过略知修改 或删减文字的内容 而这个 施耐德本人所演讲的视频 又缺乏说服力 为什么缺乏说服力 就跟那个克里古德所讲的 有点类似 讲外星人讲 讲的有点就跑偏了 有点玄幻了 就开始 脱离现实了 让人感觉就是开始编了 资料也是零零散散的 大多来源都不同 不明 那他不是说有照片 有影片吗 那会儿都很不清楚 就跟咱们看到那种飞碟 什么那种模糊的 就感觉让人感觉就是 有点弄虚作假 然而这种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各国政府 在面对这些事件的时候 的一种统一的处理方式 就是尽可能的 散播虚假荒唐的信息 而不去掩盖真相 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包裹在十个可笑的 传说当中的时候 他的可信度就 没人相信了 基本上 对吧 可信度就大大折扣了 所以到底现在有多少 人可以相信这个 倒戏事件 不过在1947年发生的 罗斯威尔事件 很明显地隐瞒了 真相 就是那个 飞碟坠毁世界 设想美国政府 确认了外星生命存在 出于私心 它一定会隐瞒 并争取外星人 谈判获得地球上 绝对的优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美国 60年代发起的 就是太空竞赛 显然非常可疑了 它跟俄罗斯之间 哦 那个 谁先登场越场 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 美国登月的科技发展速度 就是快到吓人 给人一种就是开了外挂的感觉 当时那什么科技啊 开个汽车都了不定了那种的 他就登月去了 那还不就是罗斯威尔发生以后 你看1947年 嗯嗯 到60年代他从外星人的得到的技术 他就可以登月了 是 外星人随便告诉他点啥 他就能直接就能上月球 美国就是 因为当年的登月直播啊 即使是今天的民用科技啊 依然还达不到 你明白吗 就拿到今天这个民用的水平来说 也是没有办法 达不到啊 即使是那个 Space 那个公司 X SpaceX公司 他也是达不到这个登月水平 现在 他只是牛逼牛逼载人还月绕一圈而回来 他也达不到登月 你知道吗 这个技术就肯定是开外挂了 嗯 但美国大概率拥有啊 专门研究外星人科技的地下实验室 就应该肯定是在五十一区里面 藏着外星的文明啊 以及相关的秘密 比如外星人的尸体 飞碟的残骸 甚至是整艘飞船 都有可能 那么无论真相如何啊 如果你选择详星 那么它就是存在的 嗯 反之则亦然 人们的世界观就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 嗯 就是试图用自己的主观认知去否定他人啊 只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浮浅 因为世界真的很大 我们脑海中所构筑的这个世界观啊 现在来说只不过就是政府和媒体 以及主观意识共同下的产物 如果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失去了这些神秘的事件啊 神秘的未解之谜的话 那就很无聊 那对我们来说就很无聊 我们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探索这些未解之谜而存在的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思考 对啊 这就是人类嘛 所以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朋友呢 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吧 你的订阅和关注啊 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流 拜拜 拜拜